数据搞错了吗 这个财政部公布说 一到岁份国企利润同比增长15% 但统计局公布的是 一到岁份全国工业企业利润下滑20.6%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 一个增长15% 一个下滑20.6% 怎么会出现这么南辕北辙的两种结果呢 其实数据自然没有错 要怪只能怪大型国企们 太强大了 先来看一下统计案文好了 财政部统计的是 剔除到金融业以外的国资企业 统计局统计的是全国所有的工业企业 那么样本上统计局的统计范围 肯定会远远的比财政部的统计范围大 那这就决定了那些巨无霸的国企们 对于财政部数据的影响 会远远的高于对于统计局这个数据的影响 具体高到什么程度呢 财政部数据说了 一到四月份国企利润总额是1.44万亿 我们再来看几家巨无霸企业 一季度的财报好了 中烟草前四个月的利润是预计超过800亿 两桶油加起来600亿 茅台200亿 移动接近300亿了 还有神华建筑交建加起来500亿 这才几家企业呀 他们加起来利润已经2500亿了 而这还只是一季度的 如果再算上四月份的 单就这几家都快赶上财政部公布的 那个利润的接近三成了 所以呢你看这个国企业绩好不好 几乎取决于20家巨无霸 但是统计局所统计的那个工业企业的样本很大 这些巨无霸伴就没有办法决定整个数据了 它会更加真实的反映了当下经济的冷暖 有的朋友可能还会有疑惑 因为统计局的数据也提到了说 这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也是下降了17.9%的 这怎么感觉也怪怪的呢 其实这里的区别在于国企跟国有控股企业的区别 国企的意思是公司的所有权属于国家 国有控股企业呢 是国家对于公司的决策有绝对的表决权 国企分的种类挺多的 很容易搞混 但这个东西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这两份截然不同的数据 它再次印证了什么是最好的商业模式 正向巴菲特的总结 他喜欢简单 可持续 刚需 以及无法被对手取代的市场地位 就算换个老板 都能运转的很好的商业模式 即便到了退潮的时候 总有人还能在水桶里面打鱼 再次印证了